警方在荒无人烟的海边发现一具女尸 经过法医料言在现场对尸体初步观察 在死者的头顶发现一道很深的伤口 手面上到处都是拖擦的痕迹 指甲中还伴有血迹 在尸体的旁边找到了一块带血的石头 应该是头顶的智商工具 随后又在悬崖上发现一组不属于死者的脚印 还有大面积拖擦的痕迹 从陌生鞋印的大小推测应该是明男性 身高大概在1米75到1米80之间 并且还在悬崖下方发现了死者衣服上的碎片 由此料言觉得凶手应该是先将女孩硬生生的拉到了悬崖下方 女孩用手死死的抓住了上方的石头 这也应对上了她手面和指甲中的伤痕 最后凶手应该是用石块击中了女孩的头顶 将她给活生生的砸了下去 凶手的行为简直丧尽天良 随后在料言对尸体检验的过程中 警员通过调查确认死者名叫陆阳 是一家网络公司的时尚编辑 每天下班的时间大概在凌晨两点左右 但在前天晚上一夜未归 家属在今天早上才来报案 死者头顶重度颅脑损伤 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和内脏破裂 完全符合高空跌落的特征 还有在陆阳的血液里发现了胃代谢的麻醉剂 根据施将的程度死亡时间应该在48个小时左右 也就是说陆阳大概在前天早上就遭到了遇害 可他在昨天还更新了朋友圈 什么死者在死亡之后还更新了朋友圈 这不胡扯了吗 真的师父 就在昨天早上 可按照廖言的尸检推断陆阳那时候都已经死了24个小时了 这下也让警方感到疑惑 而更新的最后一条朋友圈的内容是一款小游戏的截屏 但在这时廖言发现这张截屏竟和死亡现场的形态几乎一模一样 可警员经过查询这张截屏根本不在游戏的数据库内 而且还查到凶手一直在远程操控陆阳的手机 但他使用的是移动IP 一时半会根本追踪不到他的具体位置 这也应对上陆阳在死后为什么会更新朋友圈 是凶手根据犯罪现场自行绘制了一张图片更新了陆阳的朋友圈 看样子凶手是在向警方传递他的犯罪信息 随后警员通过定位陆阳的手机在郊外发现了一辆出租车 在车上发现了含有麻醉剂的注射器 还有脚垫下面死者陆阳的手机 但车子是凶手偷懒的 车主在两天前就已经报了 随后警员通过调取陆阳上车当晚的监控录像 发现司机面部僵硬根本没有血色 这让警员想到了网上卖的仿制人皮面具 果不其然在出租车一旁的河里发现了这张面具 由于在河中浸泡得太久 在上面并没有提取到DNA 这东西光销量都大几万张 如果查询这个简直就如同大海捞针一样 但在这时凶手竟发来了第二张图片 图片的内容是一处隧道 得到消息的警方 在第一时间出动了所有警员对本市的隧道进行全面排查 经过警员们的努力 终于找到了这处和图片上一模一样的隧道 可通过对隧道仔细搜查 根本没有发现凶手发来的图片上的尸体 随后经过调查才得知 原来隧道在十年前发生过一起自杀事件 根据卷宗记载当时一男一女相约到隧道内自杀 说好了的一起吃老鼠药 女人毫不犹豫就吃了下去 但男的却害怕了 可就在这时一辆飞驰的汽车开进了隧道 直接将毒发的女人撞得当场去世 男的因为害怕捡回了一条命 但被撞断了一条腿 可令警方疑惑的是 这和陆阳的死有什么关系呢 两起案件相隔十年之久 凶手到底在传递什么消息 还有凶手用的跳点是IP地址令警员一直无法锁定他的位置 但在这时凶手又发来了第三张图片 看到这张图片的队长瞬间回想起了五年前 当年有一个生意失败的人想要在这里跳楼自杀 但到最后想要跳楼的人没有死 而是去挽救他的一位警察意外摔下一楼当场去世 目前凶手传递的信息都离不开自杀二字 但陆阳肯定不是自杀 廖言觉得陆阳的死会不会和某起自杀案件有关联 为了能了解陆阳的过去 于是梁博士和廖言来到了陆阳的住处 果不其然在他的书架上发现了很多关于自杀的书籍 而且还有很多悲观的语句都让陆阳给重点画了出来 在其中的一本书籍中还发现了陆阳大学时期的照片 根据这个线索警方找到了陆阳的闺蜜 在闺蜜的记忆里陆阳确实有一段时间表现得比较抑郁 而且在某天还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 根据这些线索廖言推测陆阳有可能自杀过 但在关键时刻可能被某人给救了下来 因此让陆阳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所以才会说下这句话 但在陆阳当时自杀的时候有可能不止一个人 或许是和陆阳一起自杀的人受到了伤害 所以现在才会有人要杀陆阳 晚上廖言通过凶手发来的游戏照片想从中找到一点线索 经过一夜不间断的观察 终于让他发现了照片中的破绽 在四张游戏图片中都有一个黑色的动物身子 经过将这四处黑色身子拼接起来 却发现是一只完整的黑猫 与此同时凶手又发来了第四张图片 照片中赫然出现一只黑猫死在了床上 也许这张照片才是凶手真正要讲的故事 可这次发来的地点却相当的模糊 但如果说黑猫本身就是一种文字隐喻的话 那很有可能事发地点会带有黑猫二字 果不其然警员通过查询找到了一家名为黑猫的宾馆 而且调取过来的宾馆房间照片 竟和凶手发来的几乎一模一样 于是警方立即找到了宾馆的老板王永祥 在老板这里得知宾馆在去年就已经不做了 因为被势力征收房子今年就要被拆除 但在当年确实有两个女孩在宾馆自杀过 幸好老板发现的及时 两个女孩没有出现生命危险 由于已经过去的时间比较长 女孩的面部老板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但在这时队长经过在即将要被拆除的宾馆搜查 却意外发现一具被包裹的尸体 于是警方立即将王永祥带回了警局 长时间大概在五年左右 应该是被长期存放在了阴暗潮湿的顶 裹尸体的袋子上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青苔 但现在青苔已经出现了干燥 也就是说尸体是被人从潮湿的环境移动到了宾馆 从干燥的情况可以推算被移动的时间大概在七天左右 最重要的是从死者胸阔的骨骼上来看的话 死者生前似乎长期处于一种缺氧状态 由此可以推测死者有可能患有某种疾病 警员根据五年前的失踪人口调查 很快便找到了一个符合死者身份的人 有先天性心脏病这和料言推测的完全吻合 那现在也可以断定当年在黑猫宾馆自杀的 有可能就是陆阳和李乐乐 可王永祥却说当年两个女孩都安然无恙 梁博士觉得如果李乐乐是因为疾病而死 那不可能尸体会被藏起来五年 而且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宾馆 由此可以断定王永祥肯定说了谎 于是警方立即兵分两路 警员去调查尸体被移动的事件 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前黑猫宾馆附近的监控录像 队长则是找到了王永祥 这一套审讯方式简直堪称完美 王永祥漏洞百出 最后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当年和两个女孩自杀的还有他的儿子王帅 而王永祥是老来得子 自己的妻子去世的走 因此对王帅非常的溺爱 这也导致王帅只要王永祥不同意他的要求 王帅就会以自杀的方式来逼迫王永祥同意 这次是因为王帅想要出国流血 但王永祥并不想让儿子离开自己的身边 所以便没有同意 可没想到王帅竟在网上约来了想要自杀的陆阳和李乐乐 还好王永祥及时地打开了房门 此时两个女孩也醒了过来 由于在这种冰死的情况下 三人而且谁也不认识谁 陆阳下意识朝着门口走去 而王永祥选择先将儿子扶出了房间 但他们却不知李乐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等王永祥再次回来时 李乐乐此时已经失去了呼吸 为了不影响店里的声音 于是便将李乐乐打包好之后 扔到了荒山野岭的桥洞内 最后也让王帅离开了国内 与此同时警员通过查看监控录像 发现在上周五凌晨两点 有一个男人将李乐乐的尸体抱回了宾馆 又通过查询王帅的身份信息 却意外发现他在一周前突然回了国 而且下飞机所穿的衣服 和现在监控录像中男人身上的异母一样 可王永祥并不知道儿子回来的消息 并且他坚信王帅不可能会杀人 这一点梁博士也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从监控录像中 可以看出男人是以公主抱的方式抱住的李乐乐 这是需要多大的胆量 才能这样抱住一具腐烂的尸体 而且没有一丝的恐惧 只有一种可能这个人深深地爱着李乐乐 显然王帅并不是 因为王永祥清楚地说过 他们三人是在网上相约的 都是头一次见面 由此可以断定李乐乐还有一个神秘男友 与此同时凶手又发来了一张图片 图片的内容则是一只卡通熊猫被淹死在了浴缸里 这次为了能锁定凶手的位置 景元晓彤便请来了业内的好友一起追踪凶手的IP 在众多好友的帮助下 最后终于锁定了凶手的IP和身份 男人名叫上官宇 而且在网络信息圈内非常有名 是一家信息技术公司最年轻的CEO 但等警方来到这个位置时 上官宇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但在一个超大的容器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王帅 幸好还有生命体征 与此同时小童又通过上官宇的手机 锁定了他的另外一个位置 可等几人分头寻找时 落单的梁博士意外撞见了出来的上官宇 但就当他以为上官宇会向自己动手时 然而他却扔掉了手中的匕首一脸诗然 周宇 坐到这儿了 我的认 算是完成了 原来他就是李乐乐的神秘男友 两人当时是婚外恋 上官宇早已经结了婚 但他深深地爱着李乐乐 可因为李乐乐有先天性心脏病 上官宇的家人一直不接受李乐乐 直到在四月份黑客圈内有一场比赛 输的人则是要把电脑里面的所有文件 向参赛者和围观者观看 而输掉比赛的王帅公开了自己的电脑信息 却不料刚好被围观者上官宇给看到 他看到李乐乐躺在地上无人相救 再加上李乐乐失踪这么多年了无应许 这一刻上官宇彻底陷入了癫狂 他将这一切都怪到了陆阳和王帅以及王永祥的身上 于是便展开了报复 先是偷一辆出租车拉上了下班的陆阳 在车上将其麻醉之后带到了悬崖上 然后将他硬生生地拉到悬崖下方 用石头将他给砸了下去 随后又以五十万的价格 想买王帅的游戏装备联系到了他 较大的金额让王帅偷偷地回了国 但等见面以后上官宇直接将他给控制了起来 用逼问的方式让他说出了王永祥藏尸体的地方 因为王帅在当年父亲藏尸体时 他偷偷地跟了过去 得到地址的上官宇便穿上了王帅的衣服 将尸体抱回了宾馆 为了就是把王永祥送进大牢 最后又点燃了准备好的煤炭 用管道的方式将烟气送进容器内 他要让王帅完成他五年前未完成的心愿 陆阳被你砸死在炫热下面 他当时不是不想救乐乐 在大脑极度缺氧的情况下 他根本就分不清楚现实和幻觉 导致李乐乐自杀的最终原因 是因为上官宇的家人一直反对 而且他还是婚外恋 其实罪魁祸首就是他自己 头以为上钩的是一条鱼 却不料拉上来的是一具被白骨包裹的尸体 随后当警员将白骨拆开 看到死者面部的这一刻 死者正是警方寻找已久的爆炸案嫌疑人 事情还要从两天前说起 一位打电话的男人 被迎面飞过来的遥控飞机炸的当场去世 面部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 由于停车场是个新建的 因此还没来得及安装监控 警员经过调查确认死者名叫李海涛 法医料言在李海涛的头部 发现了一些爆炸物残留的碎片 经过和爆破组发现的其他碎片进行拼接 确认是一架最普通的遥控飞机 只是内部被凶手制作的相当精致 而这种遥控飞机的控制距离 大概在200米左右 由此可以断定凶手是藏在了某个隐秘的角落控制的飞机 可停车场附近200米的地方简直太多了 根本搜寻不到凶手藏身的位置 但就在这起案件还没讨论明白时 城中又发生了第二起爆炸案 而这次死者被炸的地点刚好就在摄像头的下面 随后经过查看监控录像 发现死者是特意停到了这个地点 而且还对着摄像头说了一句英文我需要 警员觉得死者会不会是自杀 这一点梁博士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死者在说完这句话以后表现得极其恐惧 料言在这时突然发现有一辆很小的玩具车跑向了车子的地步 看样子凶手是将死者当成了肉点 这也应对上了在死者肩膀处发现的一个被炸毁的耳机 料言推测死者应该是听到了凶手的指令 而且对着摄像头说的话应该也是凶手让他说的 摄像头中可以看到死者在说完以后又在车内按了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有可能就是炸弹的控制器 在死者的胸前也发现了炸弹的残留物和控制器的按钮 但胸前的这个炸弹应该是个假的 真正的炸弹是车底的这个玩具车 但死者应该并不知道 所以死者如果不按炸弹按钮 凶手在外边也会引爆车底的炸弹 死者横竖都活不成 随后经过爆破组检验证实胸前的炸弹确实是个假的 这照片在数据库匹配到的死者名叫李小兵 而且黑色轿车也是死者本人的 与此同时廖弹在对李小兵的尸体检验时 死者手指的姿态令廖弹感到疑惑 尸体都已经被烧成了焦炭 可右手却保持的异常稳定 随后经过廖弹站在梯子上进行观察 这让他瞬间想起了二战时期的一张征兵海报 而海报上老头的手指姿态和现在死者的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李小兵对着摄像头说的那一句英文我需要 也是海报上的英文宣传语 梁博士觉得凶手应该是在完成他自己心里的战争 他将杀人当成了一场战争游戏 第一起按键遥控飞机代表空战 第二起遥控汽车代表陆战 按照凶手现在的作案手法来推测的话 而下一场战争就是海战 谁知话音刚落 队长就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 而电话的内容则是家里收到一个陌生的快递 打开一看是一架遥控玩具船 这下可让队长瞬间慌了神 急忙朝着家里赶去 但当爆破组将玩具船扫描完以后 却发现这就是一辆正常的玩具 里边根本没有炸弹 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为了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于是警员便来到了快递公司 可通过对快递单进行查询 却发现这个单号在派送系统里面并不存在 但查到了单子的派送员名叫张有才 而且他负责的快递今天一上午都没有更新过 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 于是警员便拍了一张张有才的照片准备离开 但在这时过来一个员工表示 张有才的快递车在新州小区一上午都没有动 而这个小区正是队长妻子所居住的小区 警员立即告诉快递员通知下边的同事 一定不要碰张有才的快递车 随后便朝着新州小区赶去 但经过排报组队车子仔细检查 然而并没有发现爆炸物 警员通过调查张有才的身份信息 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 连小学都没有毕业 对军事方面简直一窍不通 可现在这个张有才就给人间蒸发了一样 搜寻不到他的任何线索 队长觉得如果张有才不是凶手 那他很有可能遭到了遇害 果然不出所料一位钓鱼的老头 拉上来了一具被白布包裹的尸体 经过警员查看尸体的面部 死者正是警方正在寻找的张有才 随后廖岩在胸部发现了一艘战争船的图片 很显然这就是凶手的第三起战争游戏海战 但在这时助手发现胸部有一处异常 这是什么 别怕 还好廖岩反应及时 要不然这部电视剧到这里可能会大结局 死者的内脏被炸得飞起来两米多高 随后经过廖岩对尸体检验 发现死者的致命伤在后脑的位置 应该是被盾气多次击打之后 造成了重度颅脑损伤 同时还在死者的头发里发现了沙力 经过理化实验室对沙力进行检验 确认这种沙力属于人造沙 通常会出现在游戏沙盘中 那现在也可以确认凶手就是在执行他内心的战争游戏 根据死亡时间廖岩推测第一案发现场应该在凶手的家里 因为能将尸体隐藏十几个小时 并且又将它做成了人体炸弹 对于凶手而言这个地方一定是非常安全的 大概率就是凶手自己的家里 而凶手的作案手法应该是张友才将快递送到了他的住处 然后凶手趁其不备从后面将其杀害 紧接着伪装成快递员将玩具船送到了队长妻子的家里 最后又将尸体做成人肉炸弹丢到了河里 为了能尽快抓住凶手 于是队长立即吩咐警员 调查张友才送快递的业务范围 排查他在去妻子家送玩具船之前又去了什么地方送过快递 而在这时廖言觉得凶手既然这么喜欢战争游戏 那他很有可能会有自己的作战筒 于是他便将三个受害者所出示的地方画了出来 然后再将三点连接到一起 还有两个重要的地点就是队长妻子的家和刑警大队 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图 也就是说凶手的下个目标就是箭头所指的方向 可这个范围简直太大 根本不可能猜到凶手的下个位置 与此同时警员了解到张友才在送玩具船之前送了12家快递 而这12家都没有作案嫌疑 这时梁博士觉得张友才会不会不是去送快递 而是去取快递 有可能张友才接了私活 如果接私活一定不会用公司索配的电话 肯定是自己的手机 于是队长立即让警员调查张友才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部手机 果不其然查到了张友才确实有两部手机 通过对通话记录逐个排查 很快便锁定了一个网店的登记电话 而且这家网店的登记信息是一家小型军魔店铺 并且还在各大军事论坛上发表过很多过激的言论 经过调查确认网店老板名叫吕木 随后根据注册的地址警方很快便来到了吕木的住处 可此时吕木早已不见了踪影 但在屋里发现了各式各样的玩具模型 还有一个超大的战争沙盘 廖岩通过摄像头传过来的信息一眼就看出凶手是在向诺曼底登陆战争致警 而且还在他的住处发现了和廖岩画的一模一样的作战图 由此可以断定凶手已经开始了自己的下个目标 海洋主题乐园里边所有的玩具都符合凶手的海陆空战争 于是指挥中心立即通过吕木的照片在辛勒尔同城进行人脸匹配 很快便锁定了吕木在45分钟之前进入了辛勒尔同城 警方为了不惊动凶手 于是便悄悄地在角落里挨个疏散里边的游客 警员以照相的方式在四周扫描吕木的具体位置 很快便发现吕木在上方的红色摩天轮吊龙里 但此时吕木也看到了下边的游客正在慢慢地减少 于是他便悄悄地朝着门口走去 但被身后埋伏的警方给直接推倒在地 见此情况的吕木在最后一刻启动了安装好的炸弹 吕木就像一个疯子一样始终不说出炸弹的位置 你个疯子 快说 炸弹放在什么地方 说 四分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这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底的疯子 但在这时料言想到了诺曼底登陆的关键线索 诺曼底登陆最重要是什么 唇 唇 听到这话的吕木瞬间脸色大变 看样子料言的方向是正确的 很快排豹组便在轮船的下方找到了炸弹 而此时的吕木还在幻想着自己的诺曼底登陆即将就要完成 五 四 幸好排豹组在最后一刻剪断了一切 听到没有爆炸声的吕木瞬间陷入了风口 为了致敬诺曼底登陆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三个无辜的生命 电梯里的女尸 浴缸里的男尸 两具尸体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死于大动脉失血过多 而且两具尸体的死亡时间中间只相隔了十多小时 凶手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本案全程高能预警 害怕的可以躲在电梯里观看 案件开始 警方接到报案在电梯里发现一名女尸 死者名叫黄兰 是一家京都晚报的记者 廖言第一时间查看了电梯里的监控摄像头 却发现被人喷上了一层黑色的油漆 有一点让廖言很是疑惑 死者身上值钱的物品全部丢失 如果是抢劫杀人 很显然在哪里动手都一样 可凶手为什么偏偏选择在电梯里 还要特意把摄像头给掩盖住 这显然很不符合常理 由此可以推测这可能并不是劫材害命 随后经过查看电梯里的监控录像 发现一名穿得密不透风的男人 在11.07走进了电梯 然后在摄像头上喷上了一层油漆 凶手的目标很显然就是黄兰 因为警员经过调查黄兰最近一个月上的是夜半 每天大概在晚上12点才能到家 而凶手是11.07进入电梯将摄像头给掩盖 黄兰在11.37回到小区进入了电梯 在楼梯口等候多时的凶手紧接着尾随其后 而且这次他还专门戴着鞋套 因为他知道电梯里将会血流成河 很显然凶手很熟悉黄兰的下班事件 与此同时料言经过对尸体检验 在死者大腿部发现了三处伤口 死因应该是失血过多 按照黄兰的身高和体重大概15分钟就能置其死亡 而当时受到惊吓的目击者 撑在电梯门口等的足足有18分钟 也就是说凶手有可能在电梯里面控制住了暗影 然后亲眼看着黄兰失血过多死亡后 他才离开了电梯 大概率就是一场仇杀 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是在地下室 男人从汽车出口走了出去 至此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的身影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就在这起案件还没讨论明白时 却不料又发生第二起命案 一位回家的女人看到杖普竟惨死在了浴缸里 在死者头部发现一出顿气伤 但并不足以致命 真正致死的原因和黄兰一样死于大动脉失血过多 从地上拖擦的痕迹可以推测 凶手应该是先击打了死者的头部 然后将其拖进浴缸割破了他的大腿动脉 根据眼皮下的血色推测 死亡时间应该在两个小时以内 这仅仅才过去12个小时 凶手已经杀了两人 难道凶手想要12不杀一人 在死者妻子的口中得知 死者名叫汪熙 而且还提供一条重要的线索 汪熙在昨天早上收到了一个快递 而快递的内容则是一封恐吓信 为了能了解更多的线索 警员便来到了黄兰的住处搜查一下 他会不会也收到了恐吓信 果不其然在一个箱子里找到了同样的一句话 经过对两者的信件进行比对 很显然凶手是来自同一个人 而且汪熙和黄兰是同一家报社的记者 局长觉得如果是仇杀 那就可以先从两人写的批评报道入手调查 可记者写的批评报道一般都不会用真实的信誉 从这个方向根本无法查询 但在这时报社的郑小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在三年前报社发表了一篇社会新闻报道 因为死者黄兰的失误将目击者的真实姓名写在了报道当中 却不料在文章发布的第三天目击者就被杀害了 而且也是死在了电梯里 死因同样是大动脉失血过多 当时目击者的家属还去报社闹过世 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关注 小童经过调取当年的案件卷宗 发现这篇报道的记者除了黄兰以外 第二个作者正是郑小炯 因为当年的文章比较小 将目击者的真实姓名写上去 但在这时小童发现 这篇报道的发布日期是在2016年的10月9号 截止到今天刚好是三年 当年死亡的目击者名叫无忧 也就是说今天刚好是无忧死亡的三周年忌日 可通过对无忧身边的亲人进行逐个询问 他们都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 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 但在这时警员在汪西的妻子这里得到一个线索 在一年前的六月份 他们报社出去旅游时照了一张集体照 可当汪西看了照片以后 却发现无忧的头像竟然出现在了照片里 因为当年安抚无忧家属的正是汪西 所以他记得非常清楚 但由于汪西有严重的失眠症 为了不让老公受到惊吓 因此妻子在第二天就将照片给扔了出去 但既然是集体照 郑小炯肯定也会有这张照片 随后通过查看郑小炯手机上保存的图片 却没有看到无忧的头像 而汪西的妻子说的是扔掉的照片 那肯定是冲印出来的图片 于是郑小炯便让同事发来了自己抽屉里的冲印照片 果不其然无忧的头像真的出现了 但通过对照片分析很明显照片是合成上去的 当时劝解家属的是汪西 发表报道的是黄岚和郑小炯 现在死了两个 梁博士觉得如果凶手是为了祭奠无忧的忌日而杀人的话 那第三个人有可能就是郑小炯 而且还是在今天 但目前无忧身边的亲人已经全部排除嫌疑 所以现在最大的突破口就是 是谁将无忧的头像给合成了上去 手机电子板上的并没有 所以在冲洗的过程中能接触到照片的很有可能就是嫌疑人 这时郑小炯想到当时让冲印照片的是报社的齐总编 于是警方立即来到了报社 根据齐总编所说 当时确实是自己让冲印的照片 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 是因为他觉得照片上的自己非常显瘦 所以才让摄影部的主任给每个人都冲印了一张 但当齐总编看到照片上多了一个人时 他表示这个人自己并不认识 因为当时无忧的事件齐总编还没有调过来 并且齐总编很认真的说自己的照片上并没有这个人 可经过在自己的相册里一番寻找 却发现这张照片不在了 那很可能只有他们三人的照片上多了无忧的头像 随后经过询问摄影部的主任得知 当时公司冲印图片的业务都是外包的 所以能接触到图片的简直太多了 但现在可以确认其他人的照片上并没有无忧的头像 所以凶手主要针对的就是黄岚和汪西以及郑小卷 而在这时经过再次对无忧的卷宗进行分析 料言发现无忧遗物里的一个特殊项链 梁博士一眼就认出 这个项链和自己国外的朋友脖子上的几乎一模一样 而这种项链的意义就是为了拯救他人的生命作为终极荣耀 意思就是戴这种项链的人 如果有幸能救人一命的话 他们会将这个人的名字刻在环内戴在自己的脖子上 以此作为荣誉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无忧至少救了五个人的生命 所以一开始侦查的方向就是错误的 警方一直追查的是和他们三人结过恩怨的人 现在看来凶手有可能是被无忧救过的人 可由于图片过于模糊 根本看不到环内的名字 于是队长立即让警员去无忧的家里寻找这条项链 但在这时突然接到报社齐总编失踪的消息 根据司机所说 在拉着齐总编去办事的路上他突然想上厕所 可等进去以后半个小时还没有出来 由于最近报社接连发生了两起命案 感到害怕的司机就赶紧进去找他 却不料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于是便赶紧报了警 而且还在齐总编坐过的位置上发现了同样的一句话 警员在厕所内找到了一张有无忧照片的集体照 与此同时小彤根据齐总编的手机找到了他的位置 可等警方赶到现场以后 只发现了手机并没有搜寻到齐总编的身影 如果按照之前的推测凶手是为了无忧的忌日而杀人 那现在截止到12点还有不到两个小时 而此时廖言觉得齐总编的失踪并不符合逻辑 因为他和无忧的事件根本毫无关系 还有在他收到恐吓信之后也没有选择报警 这显然很不符合常理 廖博士推测凶手要杀的人应该还是郑小卷 与此同时警员也发来了无忧项链上的高清图片 一个特别的名字引起了队长的注意 与司机叫什么名字啊 叫曹锋 其中一个环内的拼音字母正是曹锋 看样子曹锋是和警察来了一场调虎离山之际 而此时曹锋以送东西的名义 已经将郑小卷从警局给骗了出来 正当郑小卷拿完东西准备回到警局时 曹锋直接拿出车内的匕首捅向了郑小卷 郑小卷 危险 幸好廖言及时地抓住了曹锋的手腕 解证如山面前曹锋还在嘲笑警方找不到失踪的七总编 但他却不知 警方通过报社的监控录像根本没有发现七总编离开 果不其然警员在办公室的柜子里找到了他 直到这一刻曹锋也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我不是报仇 是报官 原来在某一年曹锋因为醉酒回家 却不料意外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污水池子内 就在曹锋快被淹死时 无忧跳进水池将自己给救了上岸 直到一个星期以后曹锋准备登门感谢无忧 但在无忧的母亲口中得知无忧有严重的洁癖 在救完自己之后的每一天都在不停的洗澡 一个有着严重洁癖的人 在当时毫不犹豫地跳进恶臭的污水中拯救自己 这让曹锋深深地将无忧记在了心中 但在之后也从来没有和无忧接触过 就连他死曹锋也并不知道 直到某天在报社应聘当上了司机 你说那个无忧的死跟我有关系吗 就当年那个豆腐块文章 我就跟他证明怎么了 那也是他命不好 别往心里去了 你不是什么大事 这些话深深地扎进了曹锋的心里 自己的失误害死了一个人 竟然还当作是一件小事 在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的职位最重要 但此时曹锋并没有想过要杀他们 只是将冲印的照片偷了出来 紧接着自己在家将无忧的头像给合成了上去 然后放进了他们各自的抽屉里 就是为了想吓吓他们 可没想到在之后的日子里 他们仍然在报社一路高盛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 日子过得越来越顺 我觉得这样不行 如果这个世界不公平 你就会觉得活着没意思 所以我决定在走的时候 把他们都带走 于是便在无忧忌日的这天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先是在电梯将黄岚打晕之后 然后在他的大腿动脉割了三道 紧接着以其总编让送东西的借口 敲开了汪锡的房门 趁着他不注意时将其砸晕在地 然后拖进浴缸割破了他的大腿动脉 可郑小炯却被警方保护了起来 于是便在其总编的杯子里下了安眠药 然后将他塞进了柜子 紧接着曹锋又自导自演了一场其总编失踪的假象 就是为了引领警方以为自己的下个目标是其总编 最后又以送东西的名义将郑小炯从警局骗了出来 其实曹锋的本意并没有想过要杀他们 但他们间接害死了人就应该知道自己的错误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职位 还在背后说无忧的坏话和嘲笑以及侮辱 简直毫无人性 一个女孩被割掉了头颅 第二个女孩被捅了十七刀 第三个女孩被人给一刀封了喉 三具尸体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死后被人割掉了皮肤上的纹身 本案全程高能预警 害怕的艾特尼的好闺蜜一起观看 案件开始 警方在一个巷子里发现一具女尸 死者脖子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 警员经过对案发附近搜查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把手术刀 受完痒 这已经是本市的第二起案件 上一起案件也是在死者受害的附近发现了一把手术刀 随后经过法医对尸体检验 确认死因是被割破颈动脉失血过多而死 死者的脚踝处也被割掉了一块皮肤 从尸僵的程度可以推算死亡时间大概在晚上的11点半左右 在死者的血液里发现了少量的隐秘残留物 这是一种挥发性的无色透明液体 吸入过量会让人进入麻醉和昏迷的状态 按照目前尸检了解到的线索 法医推测凶手应该是先尾随死者到巷子 然后趁其不备用隐秘捂住死者的口鼻将其麻醉 紧接着将其拖到隐秘的角落 直接一刀划破了死者的颈动脉 最后凶手又割掉了死者脚踝上的皮肤组织 警员通过查看案发现场附近酒吧的监控录像 确认死者是在酒吧出来以后遭到的遇害 同时检验科在死者被割掉的皮肤下检测出了纹身用的药水 也就是说有可能被割掉的也是一块纹身 和上个月的无头尸体案完全相似 可目前上一具尸体的身份还没有确认 因此法医觉得应该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 于是警方立即兵分两路 法医对无头尸体进行二次试检 这次在死者左手的手面上发现了一次被针扎的黑点 而右手上并没有 这些针眼全部都被扎在了血管的位置上 由此法医推测死者应该是从事护士工作 针眼有可能是死者经常用右手往左手上练习打针 目前可以根据死者的身高和护士的职业 对全省失踪的女性进行排查 与此同时犯罪心理学专家梁博士通过查看酒吧内的监控录像 发现在死者醉酒的时候 有一个清洁工好像拿走了他的一个物品 于是警员立即找到了清洁工 听到发生了命案 清洁工瞬间慌了神 他表示当晚看到死者喝醉了 于是便悄悄地偷走了他的钱包 随后通过找到钱包也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女孩名叫张宁 年龄27岁 在张宁的脚踝上看到了这个被凶手割掉的纹身 根据询问他的同事得知 张宁因为最近被男朋友抛弃 所以才会天天在酒吧买醉 于是警方立即找来了张宁的男朋友 但男人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 案发当晚男人正在家里开party 当晚所有的人都可以为他作证 而接下来男人的话更加让人气愤 但到处宣扬说我是他男朋友 我就跟他玩一玩 就他那一点逗 他已经死了 能不能当作重点 我估计男人平时也不照镜子 自己长什么样可能自己心里都不清楚 但在这时警员在他的身上发现 和张宁脚踝上一样的纹身 而男人的纹身大概在四五年前就已经纹上了 是张宁看到自己的纹身之后 偷偷地在脚踝上纹了个和自己一模一样 还让自己刚交的女朋友给看到 因为此时现在的女朋友夜心还天天和男人吵架 而且还扬言绝对不会放过张宁 看样子夜心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并且还在男人的手机中看到夜心发朋友圈 骂张宁不得好死 于是队长立即让警员去寻找夜心 而且在案发当晚的酒吧监控录像内 也发现了夜心的身影 他进入酒吧以后并没有点酒 好像是在等人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 就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坐到了他的旁边 与此同时警员通过夜心的身份信息 在机场拦住了他 随后又在一家棋牌室 将和他见面的陌生男人给抓捕 最后通过询问得知 夜心只是花了两千块钱 让男人教训一下张宁 在酒吧拿到钱以后的男人 便悄悄地尾随在了张宁的身后 却不料这时张宁发现了男人 可没想到在追逐的过程中 张宁意外摔倒在地 男人眼看还没等出手 张宁自己就受了伤 于是在踩了他两脚之后便扭头离去 从他的言语中 梁博士觉得男人应该没有说话 而且男人也不可能 为区区两千块钱去杀人 案件到这里也彻底断开 但在这时经过按照 无头尸体护士的信息 对全省进行排查 我不其然在南疆市 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失踪人口 女孩是一名妇产科医院的护士 之所以这么久没有找到 是因为女孩是被领养的 她的血液和现在的亲属 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才导致尸缘一直无法确定 但这次家属提供了新的DNA样本 经过和无头尸体进行匹配 终于确认死者名叫董爱琴 随后通过询问她的家属得知 董爱琴的右臂上确实有一处纹身 是在高中的时候和班里的同学一起纹的 但董爱琴在纹完之后很讨厌这个纹身 至此就再也没有将纹身露出来过 最后根据家属的回忆 警员画出了这个纹身的画像 可令警方疑惑的是 两个受害者不但不认识 而且纹身的图片根本毫无关系 两者到底有什么关联 就在案件再次陷入僵局时 警员在董爱琴以前的高中调查到了一个线索 当时和董爱琴一起纹身的有三个女孩 但目前已经死了两个 左边的女孩是董爱琴 中间的叫兰兰是在上大学时出现的意外 现在只有右边的黄安丽还活着 三人身上都闻了小鸟图案 因为三人当时都特别喜欢音乐 所以选择闻了一只鹰符鸟 随后经过查看三年前兰兰出事的案件卷宗 同样也是发生在酒吧 其一是因为酒吧那两帮人打架 但跟受害人毫无关系 兰兰是被破碎的酒瓶划破了紧动脉 最后失血过多而死 而现在的董爱琴和张宁也是被割破的紧动脉 三个人现在死了两个 那凶手的下个目标会不会是黄安丽 于是警方立即根据黄安丽的身份信息找到了她的住处 可谁知刚一进门就发现一个想要逃跑的男人 等将男人控制住以后 屋里的黄安丽因为吸毒已经躺在沙发上昏迷不醒 本来想要抓凶手 可却抓住了一个再逃的毒贩 但在这时又发生了第三起命案 死者同样是被一刀封了喉 而且还在案发现场附近找到了一把手术刀 但这次受害者身上并没有发现纹身 可却被凶手捅了21刀 随后经过检验才得知 法医在死者膝盖外侧发现了一处较轻的滑 应该是凶手为了将纹身小心翼翼的割下来所造成的伤口 但凶手没想到死者身上的纹身是丝袜上面戴的 看到消失的纹身后 凶手情绪瞬间失控 于是便捅了死者21刀来发泄心中的愤怒 还有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些其他人的毛发 很有可能是凶手所留下的 为了能尽快破案 于是警员便来到了蓝蓝的家里想了解一点线索 可没想到自从蓝蓝出世以后 蓝蓝的母亲就变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傻子 还在当地派出所这里得知 蓝蓝的父亲也在当年跳河自杀了 但当时找了很多的救援队打捞 始终没有找到蓝蓝父亲的尸体 由此警员猜测 蓝蓝的父亲蓝海洋是不是没有死 有可能是为了给自己的女儿报仇 于是警方立即用蓝蓝的DNA图谱 和在丝袜上发现的毛发进行了补兑 果不其然两者的DNA高度相似 这说明凶手就是蓝蓝的父亲蓝海洋 当时询问董爱琴的家属时 得知董爱琴非常厌恶自己的纹身 还说要去洗掉 法医廖言从蓝海洋作案的手法推测 手术刀在很多地方都能买到 但影迷只有在医院里才会出现 由此廖言觉得蓝海洋有可能在医院 看到了董爱琴要去洗纹身 当看到和女儿蓝蓝身上一样的纹身之后 蓝海洋恼羞成怒起了杀心 所以蓝海洋有可能在本市的某家医院工作 随后经过对本市符合条件的医院进行筛查 果不其然在一家整形医院打听到了蓝海洋 他化名为王强已经在医院工作了半年 在得到地址之后 警方立即对蓝海洋实施了抓捕 可等来到他的住处时 蓝海洋早已不见了踪影 在他的住处发现了无头尸体董爱琴的头颅 随后警员又拿着董爱琴的照片来到了整形医院 医生确认女孩来医院预约过洗纹身 但等到第二天女孩却没有出现 经过查看医院的登记信息并没有发现董爱琴 但却看到了黄安丽的名字 梁博士推测有可能是董爱琴 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洗纹身的事情 于是便用了黄安丽的名字 可现在蓝海洋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 为了能让蓝海洋自己主动露面 于是梁博士便找到了黄安丽 让她将自己的纹身故意暴露在新闻上面 不出所料这个办法彻底激怒了蓝海洋 就在晚上黄安丽准备下班回家时 却不料屋里的灯突然被熄灭了 感到害怕的黄安丽拿着手电朝着门口走去 但此时蓝海洋已经出现在了门口 直接毫不犹豫将匕首捅向了黄安丽 但蓝海洋却不知屋里早已被警方给包围了起来 最后成功地将她给绳之余法 铁证如山面前蓝海洋也讲出了案件的过程 原来蓝蓝在男人的心里一直都是乖巧懂事的小女孩 可没想到这天却看到女儿闻了肾 从来没打过女儿的蓝海洋在这一刻对蓝蓝动了手 也因为这一巴掌蓝蓝再也没有和蓝海洋说过话 直到蓝蓝在酒吧出了事 蓝海洋来到女儿的学校拿衣物时 在同学这里得知蓝蓝从来没去过酒吧 这次去酒吧出事是因为在黄安丽的怂恿下女儿才去的 而且纹身也是在黄安丽的怂恿下所闻的 此刻黄安丽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了蓝海洋的心中 原本蓝海洋并没有想要抱 直到在医院看到董爱琴去洗纹身 看到纹身的这一刻蓝海洋也没有想不复仇 直到听见这个名字 黄安丽 我看到了黄安丽 那个女孩露出了和蓝蓝一样的纹身 我的心像被斗炸了一样 怎么可以那么幸福 她竟然可以那么幸福 黄安丽 我得让她去陪蓝蓝 董爱琴如果用自己的名字 也许她也不会出事 随后蓝海洋便悄悄地来到了医药房 拿走了几把手术刀 又在架子上带走了一瓶乙蜜 然后尾随在了董爱琴的身后 将她迷晕以后带到了郊区的树林中 直接丝毫没有犹豫地割掉了她的头颅 由于蓝蓝的所有物品都被妻子烧得一干二净 所以蓝海洋便想割掉这个和女儿身上 一模一样的纹身来当作蓝蓝的遗物 可没想从此以后蓝海洋杀上瘾 她想要更多的纹身皮肤来纪念自己的女儿 于是又碰到了摔倒的张宁 当看到张宁脚踝上纹身的这一刻 蓝海洋瞬间来了兴致 直接毫不犹豫将张宁杀了以后 割掉了她脚踝上的纹身 而第三个是因为纹身是个假的 杀上瘾的蓝海洋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 于是便捅了死者21刀来发泄心中的愤怒 此刻的蓝海洋为了女儿已经变成了杀人的机器 直到料言让她看了这几个受害者家属的图片 看到图片中家属失去女儿悲痛欲绝的场景 蓝海洋想到了当初自己失去女儿的样子 这一刻她为自己做的事感到了悔恨 但这几个死去的女孩再也回不来了 警方在一处工地内发现数袋尸块 通过对现场搜查总共找到了八袋 随后经过对尸块进行拼接 只发现了左右腿和左边的手臂 骨盆和生殖器被切除 部分内脏缺失 法医通过观察伤口推测生殖器和骨盆用的应该是具 躯干和四肢应该是用斧子劈砍所造成的伤口 尸块表面并没有发现防御性伤痕 由此观洪峰觉得会不会是中毒 可毒物检测需要很长的时间 于是观洪峰便拿起手术刀划开了死者的胃容物 然后仔细闻了一下其中的味道 看到这种场面的实习生小周瞬间狂吐不止 差点将去年的饭都给吐了出来 最后观洪峰又拿着死者的肝脏深深地吸了两口 根据尸块上的残渣和现场的空气温度以及湿度 法医推测死亡时间应该在24个小时以上 可在这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处公园内又发现了几代尸块 观洪峰一眼就看出这是两只左手 也就是说起码有三个受害者 因为刚才的尸块发现了死者的左手 通过查看地图发现这里距离公园大门大概有300米 于是观洪峰便让小周去询问一下 门卫是安装的有没有监控 等小周走后他才敢将兜里的电话给拿出来 听到电话内容的观洪峰顿个不妙 于是便迅速坐上出租车回到了家中 看到双胞胎弟弟光洪峰点了一桌子的外卖 光洪峰瞬间叶尔光扇到了他的脸上 谁他们叫你叫外卖的 你想死别拽着我 你知不知道 你一个不留神 咱俩所有的努力就都外卖了 这半年来 我活得不忍不悔的 跟在监狱里有什么区别 不能说话 不能咳嗽 笑不能出事 我用水龙头不能开到嘴子 上个字头不能用马桶水出 我连他们放个屁 我自己都得要控制音量 原来半年前在本市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 而现场留下的线索和指纹都指向了光洪宇 于是他便找到了哥哥光洪峰寻求帮助 光洪宇告知哥哥自己并没有杀人 但案件牵扯到了亲属关系 所以警局便将光洪宇的案子交给了周队 因为此事光洪峰一气之下辞了职 可最近这起碎事案让周队一直束手无策 于是便请来了破案界的福尔摩斯光洪峰当作顾问协助破案 为了能查清楚弟弟的案件真相 所以光洪峰同意了周队的请求 监督光洪峰是不是和他的弟弟还有联系 实习生小周就是周队特意安排的 为了就是监督光洪峰的一举一动 但一个实习生怎么可能看得住老油条 可光洪峰从小就有黑夜恐惧症 于是便在辞职的半年内教会了光洪宇破案的知识 为了不给警方留下破绽 光洪峰要求弟弟和自己是一样的体重 没有伤疤的脸也要硬生生的割出一道一模一样的出来 从此弟弟光洪宇便在黑夜里顶替哥哥充当顾问的身份破案 也是为了哥哥能早点查清自己的案件真相 每当天黑之前光洪峰会将今天的案件分析告诉弟弟 光洪宇则是在打扮好之后来到警局和大家分析案情 根据第一处工地上所发现的线索 在尸块周围发现了几组脚印 正常人的脚印一般都是前身后脚 但其中一组脚印浅浅后身 这是因为凶手抛尸的时候手中拎得有几十斤重的尸块 根据斜印的大小和步伐的宽度 可以推测凶手大概在1米7左右 还有凶手抛尸的时候他的支撑脚是左脚 尸块切口的发力未偏走 这说明凶手有可能是个左撇子 公园内的鞋印和工地发现的基本完全吻合 但由于公园没有可用的监控录像 只能通过尸块附近发现的胎印推测 凶手骑的应该是电动车 与此同时警员接到报案一处垃圾站又发现了尸块 于是警方立即赶到了现场 通过对垃圾站搜寻总共找到了五代尸块 同时光洪宇也紧随其后来到了现场 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光洪宇显然有点感谢 瞬间感觉胃里一顿翻腔倒海 还好光洪宇从小就聪明 以今天太累了为理由准备早早的下班 回到家中的光洪宇将今晚发现尸块的事情告诉了光洪峰 可当问到现场的经过时 光洪宇很显然是一问三不知 隔天光洪峰便开始了白天的工作 根据两处位置所发现的尸块法医拼出了一男一女两个的尸体 男的年龄在28岁左右 死因应该是机械性窒息 女的年龄在23岁左右 死因应该是被活活砍死的 因为在女性的肩甲和头部发现多处劈砍伤口 这些伤口边缘都有白细胞 这说明是死者生前所造成的 根据两具尸体的尸将推测死亡时间不会超过24个小时 由此法医断定这两具尸体死于宫地的尸块之后 但中间间隔的时间并不久 光洪峰在观察完尸体之后便将周队叫了出去 他想以24个小时之内 帮周队抓住凶手为理由来看一眼光洪宇的案件卷宗 而局里给周队的破案时间是48个小时之内 很显然光洪峰给出的诱惑非常的大 为了能尽快抓住凶手 周队答应了光洪峰的要求 但是周队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 你只能在我办公室里看证 不许拍照 不许抚印 不许对任何人谈起门间的内容 第二 看完证之后 要把你的推断告诉我 第三 我只是这个案件 以后我手头上有任何破不了的案子 你必须随随随随到 为了还弟弟清白 光洪峰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周队的要求 根据尸体上得到的线索 光洪峰推测凶手应该是个狂欢型谋杀犯 因为三具尸体的死亡时间 已经短到了忽略不计的程度 如果在24个小时之内破不了案 那很有可能会有下一个被害人 从耳廓的特征和下颌骨之间的相似度 可以断定这两具完整的尸体应该属于亲属关系 大概率是兄妹 两人有可能一起居住 男性应该是个无业游民 通过她的右手手掌外侧的轻微变形来看的话 男性死者应该是长时间沉迷于上网 不经常出门 女性死者手腕处有常年佩戴手套的痕迹 指甲和指尖处有长时间遭受化学药品侵蚀的迹象 也就是说 女性死者生前应该从事洗碗工或者保洁员一类的工作 还有经过对她的下体内部进行检验 法医发现女性死者生前患有妇科病 可能用了克梅做一类的药物 于是光洪峰便对两位受害人进行了测写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找的是一名从事保洁类工作的23岁女性 身高1米62体重52公斤 和年长自己5岁的哥哥同住 她应该是在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内曾经去医院做个妇科检查 而且根据处方开了克梅做了的药物 根据光洪峰对受害者的测写 周队立即吩咐警员对本市展开搜查 光洪峰则是来到了发现尸块的垃圾站 因为在工地上发现的尸块 头部和右臂一直没有出现 光洪峰觉得凶手应该是刻意将这两处尸块给隐藏了起来 凶手既然这么苦心的隐藏 说明他们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 与此同时警方经过排查 终于锁定了两名受害者的住处 在屋里的电脑桌下面发现了大量的血迹和一组脚印 经过和尸块现场发现的脚印进行比对 基本完全吻合 卧室的床上到处都是血迹 在被子上还发现了残留的人体组织 目前可以确认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可现在根本没有凶手的任何信息 看样子只有找出工地上受害者的身份才能得到更多的线索 随后回到警局的关鸿丰 立即通过地图上抛尸的地点画出了凶手的心理安全区 再通过安全区的方位推断出了死者大概的位置 于是便带着小周再次来到了工地 关鸿丰觉得凶手之所以会选择在这里抛尸 那他很有可能站在远处能看到这个工地 而这个方位附近大概有八个小区 也就是说死者的住处有可能就在这八个小区内 于是立即通知周队对这八个小区进行排查 关鸿丰则是带着小周对周围停放很久的手动挡车辆进行搜寻 因为在第一次实践时 关鸿丰就发现死者终止第三节有明显的茧子 这应该是经常打方向盘才能留下的痕迹 还有左脚脚掌外侧的茧子 这是用力频繁踩离合器特有的症状 所以死者大概率开的就是手动挡车辆 经过对小区附近仔细排查 果不其然发现了一辆可疑的汽车 在车底还发现了一只猫咪 而猫咪的指甲和死者身上的抓痕基本完全吻合 但目前还不能确认这就是死者的车辆 直到关鸿丰坐进车内找到了他的车辆信息 看到了他的住处 刚一打开门猫咪就不由自主地跑了进去 一进屋就扑来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当小周打开冰箱的这一刻差点吓尿了 冰箱里则是失踪的头颅和右饼 警员经过调查死者王晨是一名游戏测试员 平日里从来没有出过门 这和之前的男性死者习惯基本一样 在房东口中了解到与王晨合租的是一名叫高远的男人 在附近的一家快餐店坐送餐员 同时墙角的一个仪器引起了关鸿丰的住 法医一眼就认出这是一台自制的渗透吸仪器 也就是说凶手有可能患有严重的肾病 经过在高远卧室提取的指纹和尸块身上发现的进行比对 确认凶手就是高远 由此关鸿丰推测高远应该是以送餐的身份 进入了之前兄妹两人的家里 他的目标应该是长期宅在家里的男性 但没想到在杀完男人之后 死者的妹妹突然下班回来了 于是便一步做二步休将妹妹也劈成了碎尸 然后用外卖箱将尸块转移了出去 同时警员在高远的卧室找凶器时 意外在床底下找到了高远的工作牌 而工牌上的17655这个数字 让关鸿丰瞬间响起了之前的外卖电话 此时高远已经背着外卖箱来到了关鸿丰的住处 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关鸿丰 而且他也知道了关鸿丰兄弟二人的秘密 进屋后的高远用自制猎枪控制住了关鸿丰 然后给关鸿丰打去了电话 本听此言的关鸿丰迅速回到了家中 而高远做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嫉妒他们的身体 自己每天加班加点的工作 却付不起肾病上昂贵的医药费 可他们每天窝在家里不干活 仍然有一个让人羡慕的身体 久而久之让高远的心理产生了扭曲 于是便开始对那些在家里不干活的男人起了杀心 一刀接着一刀的劈砍在他们的身上 发泄着自己心中的不公平 直到在分尸的时候看到了关鸿与的通缉令 再加上还给关鸿与送过外卖 所以高远想让关鸿丰替自己洗脱嫌疑 但没想到关鸿丰接下来的话让高远瞬间脑子转不开了 与此同时小周经过查看小区的监控录像发现在找车时 高远竟然尾随在了他俩的身后 原来就在排查车辆时高远掏出砍刀准备偷袭关鸿与 幸好周队带人及时地赶了过来 见此情况的高远迅速逃离了现场 看完监控的周队立即吩咐警员前往关鸿丰的住处 此时的高远已经被关鸿丰的话语刺激成了癫狂的状态 趁着高远心乱之时关鸿与迅速夺走了他手中的猎枪 当过几年武警的关鸿与 打高远简直就像坎瓜切菜一样 顷刻间就将高远撂倒在地 同时周队的车辆也进入了关鸿丰的小区 可谁知这事 奥远瞬间丧失了生命 随后等周队来到楼上搜查物证实 关鸿与早已不见了踪影 本案到这里就此结束 警方在一辆车上发现两具尸体 经过法医对尸体初步检验 两名受害者遭同一戾气戳刺致死 男的被戾气直接从左后脑整骨刺入 女的总共挨了两刀 第一刀划破了左侧的颈动脉 第二刀直接被戾气扎进了太阳穴 死亡时间应该在凌晨的一点到两点之间 经过关鸿丰对现场勘察 发现凶手的作案手法极其专业 首先凶手选择在下雨天杀人 现场的证据已经被雨水冲刷得非常干净 技术部门根本采集不到有用的证据 作案手法应该是凶手击碎了后车窗 然后从车内把车门打开 紧接着以极短的时间内将两人杀害 更加专业的是凶手在杀完人以后 重新布置过现场 也包括被害人的事情 还有医务 作戒 甚至移动过座椅 唯一的线索就是在前排座椅的夹缝中 找到了一部手机 里面的视频内容则是男性受害者 录的发生关系的过程 而且还是无码的 但并不高清 这一点让周队很是气愣 随后经过将车子拉回警局仔细排查 除了两位受害人的指纹以外 再也没有发现第三者的指纹 根据现在了解到的线索 男性死者名叫李蒂深 是本事有名的富二代 女性死者名叫长爱 据了解是李蒂深用金钱 将女孩捧成了网红 手机视频中的内容 除了精彩的片段以外 还拍到了凶手击碎玻璃 进入车内的过程 最后在死者被害以后 手机调到了座椅的夹缝中 但从视频后边的声音 可以确认凶手布置现场 用了将近12分钟 由于男性死者在拍视频时 女孩强烈要求不能打开车灯 因此视频只能看到凶手行凶的动作 根本看不清她的面目 经过对破裂的后窗玻璃进行拼接 初步判断凶器应该是被 类似于三角形的锥撞力气所打过 但两名受害者身上的贵重物品 并没有丢失 女性死者也没有遭到二次侵犯 凶手一不求财二不耗死 她到底图什么 关红峰从现场的作案手法推测 凶手有可能存在 某种轻度的强迫症倾向 因为如果说清理现场 是一种反侦查手段的话 可她为什么还要精心叠放 两名受害者的衣服 和整理座椅靠背以及脚垫 这说明凶手带有很突出的 个人性格特征 还有凶手很熟练地清理了 案发现场的所有证据和线索 由此关红峰推测凶手 应该不是第一次作案 于是警方立即兵分两路 第一步是拿着视频去 物证鉴定中心去做高精锐化处理 第二就是对近几年的卷宗 排查有没有相似的案件 重点放在 暴雨 深夜 以及优惠的男女 这三角共同构成了一个 警惠理想的反对环境 情侣约会自然是要遍耳目 深夜户外人际稀少 而暴雨 作为把目击者的几率 降低到几乎为零 所以说我不认为 案发这场暴雨 只是偶然的巧合 随后经过警员 对本市以及全省五年内的 案件卷宗进行仔细排查 果不其然找到了三起 和这个几乎一模一样 还没有结的案件 分别发生在向阳区和海港区 于是警局立即对此案 成立专案组 将四起案件定案侦查 在这次专案组中 关洪峰结识了海港区 有名的犯罪心理学专家韩逼 根据卷宗记录 前面三起案件 都是在深夜暴雨的天气 而受害人同样是 一男一女在车上约会 四起案件也是 非常有顺序的一年一起 与此同时警员经过 调查案发附近的监控录像 发现有一辆 遮住车牌的银灰色 结达汽车 曾经尾随过受害者的车辆 可由于视频比较模糊 根本看不到车主的面部 本区捷达车辆不计其数 如果查这个就如同大海捞针一样 但在这时物证鉴定中心 打来电话视频 已经高清锐化完成 可凶手穿的有雨衣 即便是做了高清处理 依然看不到凶手的样貌 然而在这时 一名记者不知 从什么地方得知的案件信息 竟然将凶手作案的细节 以及凶器大肆宣扬到网上 看到这条新闻的 韩冰和关洪峰瞬间顿感不妙 果不其然 隔天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 但关洪峰一眼就看出 这是完全按照媒体公布的案件 特征模仿作案 首先凶器和前面的案件并不符合 还有就是车里面一片狼藉 凶手在杀完两位受害人以后 也没有重新布置尸体和现场 而且法医经过对伤口检验 和上两位受害者根本不搭便 警员调查了解到 男的名叫徐建国 女的叫曹燕儒 两人是夫妻关系 关洪峰觉得 虽然不是连环杀人案凶手所为 但有可能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随后经过查询 徐建国年龄53岁 是一家银行的信贷部经理 而曹燕儒才27岁 两人在去年办理的结婚证 并且在登记时 曹燕儒还签了一张财产协议 如果在有生之年 与徐建国离婚的话 曹燕儒自愿放弃一切财产主张 经过查询 徐建国的房产和银行账户 加在一起将近1300万 而曹燕儒在前不久 从自己的银行账户内 取走了100万 但没有查到这笔钱 被转到了什么地方 由此警方觉得 两人会不会遭到了勒索 还有就是曹燕儒名下 有一辆汽车 现在不知去向 随后经过技术部门定位 锁定了这辆车的位置 通过调查小区的监控录像 找到了开走车子的人 原来男人是曹燕儒 包养的一个小白脸 可在他的住处 并没有搜到曹燕儒 取走的百万现金 但发现这个小白脸 家里有吸毒用的工具 从取钱到现在 也只不过才四天 就算这个小白脸买毒品 也不可能花得完 而在这时 韩冰觉得 与此同时 小白脸的毒瘾爆发了 周队便用一瓶感冒 要让小白脸 说出了钱的去向 真相是曹燕儒 为了能得到徐建国的财产 于是他便取了这一百万 让小白脸请人 杀掉徐建国 可令周队疑惑的是 曹燕儒为什么 也死在了车上 直到抓住了 小白脸请的中间人 才弄清楚状况 原来是小白脸先找的中间人 然后中间人 又找到了一个杀手 可杀手为了 模仿新闻上的 连环杀手作案 竟然将雇主曹燕儒也杀了 随后周队通过 中间人的手机联系上杀手 那钱 你还好意思要吗 谁让你把那女的杀了 不是网上说的那个杀手 从来都是杀一男女的吗 再说了 我们多杀了一个 又会让你夹钱 夹他妈屁钱 你把雇主都杀了 还那么好意思要钱啊 好一个家量不加价 周队以银行转账 会被查出来为理由 让杀手定一个地点 准备现金交易 很快便来到了交易的时间 可这家伙的智商 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当上杀手 他竟然用自己的身份证 在附近租了一辆车 最后周队成功的忽悠杀手 进入了警方设下的圈套 天才杀手就此落网 而现在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至今没有一点线索 但在这时韩冰觉得 有可能在上次并没有找到 凶手第一次作案的案件卷宗 上次筛选的目标是 暴雨的天气和优惠的男女 以及清理案发现场 这些现在听上去 只有第三项属于犯罪标记 所以凶手有可能在第一次作案时 和天气以及目标对象并没有关系 等候经过对寒冰指定的字母 对魏杰的卷宗仔细排查 终于找到了一个符合凶手 作案手法的案件 事情发生在五年前的一家宾馆 死者名叫吕四平 当时和一个身姿妖娆的女人 优惠在宾馆 由于宾馆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 没有打开监控设备 所以并没有拍到凶手 根据卷宗记录 凶手当时不但重新布置了案发现场 而且还擦掉了房间里的所有纸 就连死者的他也清理了一干二净 这完全符合强迫症凶手作案的特征 同时寒冰发现凶手作案 把整个房间都收拾得整洁有序 确认有死者像一贪婪一样 全服在了地上 这说明凶手对受害人 极度的反感和藐视 也就是说只有这一案明显的暴露 凶手和被害人之间 可能存在着某种情感上的关系 可现在仍然没有凶手的任何有用的线索 但在这时物证鉴定中心的王主任 将监控中的捷达汽车给高清锐化了出来 可即便是对监控 进行了1200万的像素进行处理 也始终看不到车内凶手的面部 与此同时警员通过调查 吕四平之前的人际关系 发现在他生前 与一位叫高亮的男人 因为敲诈勒索进过监狱 而勒索的对象 就是专门抓深夜在车上约会的男女 这个高亮因为打架斗殴正在监狱服刑 根据询问高亮得知 当年吕四平确实敲诈勒索过一位 从事司法类工作的人员 这也应对上了凶手的反侦查技巧 当时因为男人正在和别的女人 在车上玩高难度动作 却不料被吕四平抓个正走 男人害怕丢工作 将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吕四平 可后来吕四平还特意找到男人要过几次钱 而且男人开的也是捷达汽车 但是名字和单位吕四平并没有告诉高亮 那现在也可以推测凶手 有可能就是当年被吕四平捉奸的男人 当时被捉了奸又被三番五次的额钱 于是便一气之下杀了吕四平 可周队不明白凶手 为什么还要继续杀车内优惠的男女 韩冰推测凶手应该是被捉奸之后 体验到了被曝光之后的屈辱感 杀吕四平只是单纯的为了暴 但这并不能抹去他被屈辱的记忆 所以他便在随后的几年间 专门挑选车内的男女下手 应该是为了抹杀当初那个被屈辱的自己 回到警局的关鸿峰立即询问警员 当初关于凶手使用的凶器 以及案件信息有没有向外界透露 很显然大家并没有向其他人说过 那如果不是在场的人所说 剩下的就只有是凶手本人了 凶手故意散播自己的作案手法 让其他人模仿作案 于是警方立即找到了报道这篇新闻的记者 经过周队询问得知 向他们透露案件信息的 竟然是物证鉴定中心的王志格 而在这时关鸿峰刚好到达鉴定中心 找王志格拿监控视频优盘 并且关鸿峰还发现 王志格开的也是银灰色解答 与此同时周队也在这时赶了过来 根据询问王志格的同事得知 他有严重的强迫症 平时对员工的要求都是强迫式规定 办公室的所有物品都要正确的摆放 垃圾桶都要符合他规定的条件 甚至连电脑文档都要按编号排列整齐 韩冰在第一次和王志格见面时也发现了问题 在门口他和关鸿峰握过手以后 刚到楼上他就去卫生间洗了手 临走时还特意将手放进口袋避免再次握手 可现在即便抓住了王志格 经过对他的车子和住处进行搜查 根本找不到任何破绽 一个长期从事鉴定工作的人员 他坚信自己就算被带了 警方也找不到确凿的证据来定他的罪 不管警方怎么审讯 王志格就只有一句话 证据 但关鸿峰也坚信只要犯罪就一定会留下破绽 经过对手机拍摄的视频反复的观看 终于从中找到了线索 通过将视频放大之后 关鸿峰发现凶手手上戴的有一枚耀眼的戒指 于是关鸿峰立即来到了审讯室 让周队解开了他的手套 紧接着又按住了他的左手 这十年来 你有摘下过这枚婚戒吗 然后关鸿峰硬生生地将戒指给拔了下来 即便有强迫症和洁癖天天洗手 但仍然在戒指的内圈提取到了受害人的血液 最后王志格也终将逃不掉应有的惩罚 紧在追逃犯时 不小心打坏了业主家门口的一个灯罩 于是便在隔天来到业主家灯门拜访 却不料看到业主坐在角落里已经失去了生命 家里的门窗全部在屋里被反锁 并且没有外侵的痕迹 死者在生前还留下了一份遗书 由此警员猜测死者应该是自杀 但秦队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死者目前在瑞池银行担任行长的职位 而且身体的病情也并没有到达很严重的程度 有这么好的职位担任的 他不太可能会选择自杀 与此同时经过法医对尸体检验 死者口中已经出现了蛆虫 根据虫卵的形态和现在的季节温度推测 死亡时间应该在56个小时以上 身体表面没有任何的外伤 但法医发现死者的尸斑出现在了脚底 除了脚底以外 死者的其他部位没有出现一点尸斑 由此法医猜测 死者死的时候是真的 可在警方刚进来时死者明明是蹲坐的状态 这个线索也让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同时经过技术部门对遗书进行鉴定 发现遗书并不是死者所写 由于死者的家里并没有安装监控 小区的监控录像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由此可以断定凶手应该很熟悉小区的地形 可令警方疑惑的是凶手怎么逃出去的 房间所有的门窗除了那道门白布的门之外 全部从内宅锁 但是那道门也被白布紧紧的蒙上了 相当比上了锁 而这时法医通过尸检发现死者患有糖尿病 死因是胰岛素注射过量 此话一出 小谭瞬间想起死者家里有个家庭护士 但经过警员调查 护士在案发当天回了老家 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而且在案发现场也并没有发现注射器 一起高智商的密室逃脱杀人案令警方陷入僵局 于是警局便请来了专门研究密室案件的幕下前来帮忙 此人是政法大学最年轻的刑侦学副教授 曾经参与过很多省级刑侦学研究 情队也在幕下观察现场的同时 给他读着案件所碰到的难题 但冷酷的幕下根本没有去听 这是书架上的一本书籍引起了幕下的注意 在看到这本书之后 幕下紧接着扭头离去 隔天情队便收到了幕下以快递的方式送来的这本书籍 等情队打开之后才知道 原来凶手模仿了这本书上的第一个案件站立的男人 凶手先将尸体站立在门后 再用桌子抵住死者的双腿 然后通过门盒尸体留下的一点缝隙印记出去 等尸体过了48小时之后 尸僵状态就会完全解除 最后就会呈现出蹲坐的状态 现在唯一的嫌疑人 就是能每天给死者打一倒素的家庭护士魏小杰 可他并没有布置现场的时间 根据法医检验出的死亡时间来推算 魏小杰在这个时间里早就已经回到了老家 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可以为他作证 也就是说凶手有可能是买凶杀人 魏小杰只是帮凶 于是木下根据案发现场测量的数据还原了整个案件 数据显示死者与门之间的距离只有25厘米 而这个距离对于体型标准的人来说根本出不去 由此木下推测凶手的身形应该比较瘦弱 于是木下立即让情对调查死者身边有没有体型瘦弱的亲人 随后经过警方调查 很快便锁定了死者的私生子范一鸣 而且范一鸣的身形和木下推测的基本完全一致 同时警方也在死者的律师手里得到了一个线索 死者在一周前写下了一份遗嘱 因为范一鸣的好吃懒做 所以死者在财产继承人的名单里将范一鸣的名字给去掉 这件事除了律师知道以外 其他最有可能知道的人就是家庭护士魏小杰 经过警方调查发现魏小杰和范一鸣是恋爱关系 魏小杰已经承认了 你并不甘心这么大一笔财产落到他人手里 你立刻去找你父亲谈遗嘱的事 结果不婚而散 所以在你离开之后 魏小杰进来像往常一样住室 但是量却比平时要多得多 魏小杰打完以后 范一鸣便将他送回了老家 然后范一鸣又回来布置了案发现场 同时也在范一鸣的家里搜出来了一篇他的演讲稿 经过笔记专家鉴定 确认和死者生前留下的遗书笔记完全一致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范一鸣终将逃不掉应有的惩罚 本案到这里就此结束